新城山公所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汉末 让新城乡乡亲家家户户贴春联 特别举办了书法辉豪正春联活动 邀请到专业书法大师现场书写 分为三个题词 1月27号到29号一连三天是在北中南来举行 邀请到花莲美术家新传奖蔡玉云先生 等五位大师在现场辉豪 乡亲索取喜欢的春联而乡长合理台 也借此活动跟乡亲们拜个照年 牛年即将到来为了迎接春节 前年将公所从27号28号和29号三天上午 将往北福村社区活动中心 家里村天工庙和新城村社区活动中心 分为在北中南三个区域 办理书法辉豪正春联活动 邀请专业书法大师现场书写 并且有花莲美术家新传奖蔡玉云 花莲县书法协会理事长 如丰玉 花莲县书法学会厂务理事张时居 中华民国书学会厂务监事张顺杰 花莲县清晰新闻义学会理事长 申渊凤女士等五位大师现场辉豪 活动现场年节气氛浓厚 进行规划 让乡亲可以就进取的大师辉豪的春联 乡亲因而踊跃参加 三个场次共计一千人共襄盛举 难怪是新城 难怪是家里把安工 总共三场 因为新城市的辖区很沉 集中是在北谷的话 他们周车来回 有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就在 新城以及家里把安工 各办理所总共三场 那谢谢老师 各位老师的数码写得都非常的好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非常的感动 这个老师 我想除了平时做公衣以外 地方的活动 也许年节快到了 各位老师也比较忙 各乡政都会邀请各位去写 那这一场活动 特别是在新城人口比较多的地方 就是北谷活动中心 那我想早上应该很多的乡亲都来拿 书法是我们 我睡 是我们从小都要内习的书法 我想各位老师在 应该都是书法的造业都非常的深 才要帮我选择那么好的自己 那今天公所办的活动 也希望我们的相亲这两天 后来这两天能够继续到 所属的地方 来看 甚至请我们老师当场帮你挥好 谢谢你喜欢上的文字好不好 谢谢各位老师 今天相当合理台 感谢各位大师为相亲挥好 书法大师们 亲笔所写的春联 感觉字体非常的活跃 比起一般印刷春联 来的喜序相当多 更让新城乡亲家家户户增加年纪的欢乐气氛 并且提升诗词文化美学 增进社会祥和的氛围 再添一份一文风情 乡亲们可以挑选四亿的字句以及字体 希望能够张贴在家中增添更多的吉祥以及如意 并且能够心想事成 现在相当合理台 也借此活动 跟相亲拜个早年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祝世顺利 记得结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